哈喽 各位亲 我是飘在日本的奈奈 今天来看几个新建的一户建 新房啊 日本一户建长得也挺坏的 所以先赶紧看几个房子 你知道吗 在寸土寸金的东京 如果想找一块地方同时建很多栋一户建的房子 可真的是很难得哦 感觉像进了一个新建小区 那今天我就来看这个小区里面最棒的一栋一户建 一共两层 4LDK 正南朝向带两个停车位 那从进大门开始就可以看到 房子里面很多面墙上都有窗户 这样就会显得套内非常的明亮 还可以节省不少的能源费哦 独立的卫生间 淋浴房 洗面台 这些水系的部分大多会被设计在一楼 当然也有设计在二楼的 那走进去看呢 日本人喜欢泡澡 所以大大的浴缸和很好的淋浴间是必不可少的 一楼的客厅有一个超大的落地窗 就算没有开灯的话房间也是挺亮堂的 现在日本新建的房子除了注重合理的空间设计之外呢 更注重房子的节能环保 就连楼梯间这块也有设计了窗户 所以呢 白天的话不用开灯上下楼梯 也很方便 也很明亮的哟 那上到二层以后呢 二层是有四个规规矩矩的卧室 还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而且发现这个房子设计的特别有意思 每个卧室差不多都有两个窗户 这样呢 一个是显得空间比较明亮嘛 在一个很多家具的话也比较容易好摆放 而且呢 大多数的话日本的卧室肯定是配一些收纳柜 看这么大的收纳柜 放东西很方便 基本上就不用买太多的家具了 这也很符合日系房子的设计风格吧 而且刚才在外面看到这栋房子有一个超大的阳台嘛 也是在二层 那这样的话有两个房间是自带着阳台的 一般可以作为主卧 可以享受充分的阳光哟 这样的户型其实特别适合有孩子的大家庭 而且楼上也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这样晚上起夜的话也就不用担心啦 这样的设计是不是很贴心呢 没有想到吧 除了四个卧室以外 这个房子还有一个大大的阳台 整个的阳台都很宽敞 可以连接到两个卧室 因为都是一家人的生活嘛 这样使用的话也是非常方便的 晒太阳啊 晾衣服呀都不耽误 站在阳台向下望去呢 可以看到因为是一个新建的这么一个小区嘛 所以看到每一个房子都是新的 然后路面呀这些维护呀都是刚刚建成 可以想象如果这个房子都建好了以后 肯定也是一个很漂亮的新的一户建群 如果想好朋友几个人买在一起 那就可以选择这样的别墅群了 话说像这么大一片地方 可以建这么多的房子的地方 肯定不是在东京的市中心啦 不过也是在东京的23区内 所以呢 价格方面相对于市中心便宜了很多 大概这样一栋一户建要300多万人民币的样子 日本的房子说的都是汤内的面积精装修胶房 所以呢 可以看到配套的这些设施 大多数都是比较固定的 该有的都会有 超大的水盆 净水器的龙头 这些也都是主妇们最喜欢的东西 实地看房的时候 不但要看屋子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况 屋前屋后左邻右舍的情况也要考察一番 还有周围有没有小公园呀 超市呀 图书馆呀 医院呀 便利店呀 交通是不是方便呀 走到车站的距离大概有多久呢 最好也是在现场直接勘探一下比较好 今天看到了这么多漂亮的新建的房子 心情大好呀 那心情好当然就要再美美的吃一顿了 这边的烤肉也是相当不错的 慰劳一下辛苦看房的我们吧 行 那今天的房子看得怎么样 就这样吧 记得帮我点关注转发 还有点赞呀 就这样啦 拜拜咯 ми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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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